一个网友叫黑山木 他提着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日本为什么会囤积如此多的布 武器的布 武器级的布有多少 这么高的储量 风险有多大 杨徐老师 首先这个布 我先讲一个量 就是人们讲 现在日本这个布都论吨算 有的说4.7吨 有的说5.4吨 反正不管怎么做 都是几吨的重量 现在炒子最热的 无外乎就是潮核问题 朝鲜也有布 这个布是制造原子弹的材料 朝鲜我们在跟美国争论时 我们有人说 朝鲜现在还有28公斤 美国人说不对 至少有34公斤 就是人们还在争论的是公斤级 但是日本它是吨义级的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它为什么搞这么多呢 就是首先是从它的民用发电做起来的 那么搞起这么多了以后 它存在两大风险 一个风险就是核扩散 核武器的扩散 还有一个就那么多的材料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核安全也是会造成 日本以及周边的灾难 这是个大引诱 中国舆论场 因为油米更精彩